台湾东部海域昨天早上发生地震 全台都有明显震感 当时正在直播间播报新闻的两名女主播 天灾当前没有拔腿就跑 反倒是扶着墙壁继续插播地震快讯 还劝请观众记得注意安全 期间还要闪避从天而降的器材碎片 专业精神令人敬佩 大家不要紧张 这样的地震感受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包括摄影棚都已经有灯架开始在倒下来了 因为摇晃的时间相当长 从刚刚地震一开始到现在 可能持续时间已经有将近40秒 甚至50秒左右 根据台湾三立电视台的新闻直播画面 新闻主播曾凌远和气象主播陈资丽 面对天窑地动依然沉稳播报 描述一件件器材从天花板掉落的骇人场景 巧妙地把摄影棚化作灾难现场 直接报到 摄影团队也迅速切换办公室的画面 可见吊灯也在剧烈摇晃 相当的震撼 稍后的地震的一个强度会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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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